大家好 大家早晨 Online的弟兄姊妹早晨 今天我們來看《雅各書》第四章 分段可以一到十節是一段 然後十一節到最後十七節是一段 兩個段落 剛才我們同工都分享 在《雅各書》看到 從第一章到今天的第四章 用詞就越來越嚴厲了 講的事情也越來越... 怎麼說呢? 就是越來越多的提醒給當時的教會 我想當時的教會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沒錯,我們是信了主 信了主之後 但是我們的行事、為人 裡面的價值觀等等 其實還沒有完全根深改變過來 還帶著很多殘留的世界的看法 世界的做法等等 就是說這個教會雖然已經蒙恩 雖然已經得救了 但是還有很多熟血氣的東西 在裡面主導著這個教會 所以《雅各》就不得不捨一封信 來去教導他們 修正他們的行為 所以當然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雅各書》對我們今天 也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我們在信主之後 其實也走過一個這樣的歷程 我們常常就是在世界和神國之間 拉斜當中來成長 問題就是究竟我們走哪一條路呢? 我們常常會有一個想法 或者希望既走神的路 又插一隻腳去世界 兩樣都要 別人叫你選擇A還是B 你就會說 我不是想選擇A 又不是想選擇B 我想選擇AB 這就是我們常常的狀況 對吧? 這是可不可能呢? 其實不可能 因為故此就失皮 你一定要作出一個選擇 究竟你走哪一條路呢? 因為兩條路所帶來的結局 是很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現在說的是永恆 永恆是等於你把兩條線無限延長 除非這兩條線是絕對平衡的 否則哪怕其中一條線 只是偏側一道也好 你現在看不出有甚麼問題 但你將它無限延長的時候 你發現這兩條線所帶來的終點 其實是180度相反了 因為無限延長 所以今天也是一樣的 我們走世界的路,走神的路 有時候世界的路很狡惑 看起來只不過是跟神的路 只差一點點 我們就會自我安慰 只是差一點點 你有沒有發現 有時候這也是我們做人的口頭禪 只是差一點點 不用太緊張 我們讀書、溫書的時候也是這樣 溫不完的時候就說 只差一點點 然後我們出來的成績 不太理想的時候 我們就會安慰自己 只差一點點 然後我們有很多標準都是這樣的 做些甚麼 然後就跟神說 是差一點點而已 差一點點就可以了 神要我們做些甚麼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也會說 是差一點點而已 差一點點就可以了 其實這些差一點點… 但你將它去到永恆來看的時候 原來差很遠 很遠 所以當時的人都是這個問題 經常在世界和神的角度裡 來掙扎 究竟是怎樣呢 所以… 我相信今天這卷書 都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提醒 有些東西… 何況… 今天這張聖經所提到的東西 不是差一點點那麼簡單 是差很遠… 所以我們要警戒 我們要留心 究竟我們的生命 更新到甚麼程度 一些… 一些… 舊日的血氣 一些熟世界的東西 其實真的連一丁點都不可以存留 否則的話 它帶來的分野是非常之大的 好 我們先來看我們今天的第一個大團來 《一到十節》 它說你們中間的爭戰 鬥偶是從哪裏來的呢? 不是從你們白體中戰鬥之私欲來的嗎? 你們貪戀還是得不著? 你們殺害疾度 又鬥偶爭戰也不能得? 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 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為你們妄求 要浪費在你們的現落中 你們這些淫亂的人 豈不知與世俗為有就是與神為敵嗎? 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有的就是與神為敵了 你們想經上所說的是屠然的嗎? 神所住在我們裏面的靈 是戀愛至於疾度嗎? 但祂像更多的恩典 所以經常說 神阻擋驕傲的人 像恩給天秘的人 故此你們要信服神 不要抵擋魔鬼 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你們親近神 神就必親近你們 有罪的人要結證你們的手 身為意義的人要結證你們的心 你們要仇苦悲哭哭 將喜笑變作悲哀 歡樂變作仇悶 冒要在主面前自卑 主就必叫你們聖高 好 這裡一開始 第四章 他說你們中間的爭戰 鬥牛是從哪裡來的呢? 當然這句話 完全沒有任何修飾 直接指出當時的教會 裡面有爭戰 甚至鬥牛 這些東西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很傷心的問題 教會是甚麼地方呢? 教會其實應該是神的家 我們在這裡出來開分堂的時候 我和黃師母 我們只是一個想法 我們希望建造一個屬靈的家 希望在這個家裡 大家的關係非常美好和和諧 但問題是 這一段一開始 他說你們中間的爭戰鬥牛是從哪裡來的呢? 在教會裡面有爭戰 在教會裡面有鬥牛 這個爭戰 英文就是用fight這個字 加上鬥牛 即是說 教會裡面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肢體和肢體之間竟然出手 即是口角已經不止了 口角之後繼而動武 搞到動手 搞到動手 有沒有搞錯? 這個究竟是一個甚麼群體呢? 當然我們都更加深的要問 就是為何會在教會裡面 會有出手的事情呢? 為何會有甚麼事可以吵得這麼厲害呢? 我認為出手的地步一定是涉及到利益等等 所以他說你們中間的爭戰 你們中間的互相勾心鬥角 甚至是出手 從哪裡來的呢? 為何會有這樣的事呢? 不是從你們白體中的戰鬥 的私慾來的嗎? 問一個問題就是 為何會有這樣的事情呢? 其實一定是在你們的肢體裡面 這個白體中文就是白體 英文翻譯就是 英文翻譯就是 There's a war in your members 在你們的成員當中 在你們的成員當中 為何會有這些事情呢? 豈不是就是因為 在你們的成員當中 有這些私慾 這些私慾被稱為 戰鬥的私慾 甚麼是戰鬥的私慾呢? 即是在我們裡面 有一個血氣 這個血氣就是很喜歡鬥 鬥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要爭 即是我跟你爭 所以我們記得上一章說 不需要多人作師傅 是嗎? 為何要多人作師傅 因為有人爭 即是 組長對某個組員在這裡說 你又要爭著說 這個就是爭 即是甚麼都爭 甚麼都爭 甚麼都好像怕撿輸 可能在坐位也爭 今天我們很有趣 即是他們爭就爭坐頭位 總之就要坐前一點 我們這些電影節目就是爭坐最後 所以師傅都說 大家坐前一點 大家坐前一點 他們坐到無雷工那麼遠 喜歡做生命的朋友 但是當時的教會 就是爭取這些地方 爭取在教會裡面的影響力 爭取一些他們認為的益處 爭取一些虛榮的位置 但是這些東西其實都是細族的東西 是嗎? 如果你去一些細族的商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我以前也見過很多 有些人的卡片 即是我們把卡片 就細小章寫了名字 各樣東西就沒有了 有些人的卡片 是寫滿頭銜的 有沒有見過 我見過最厲害的就是摺四摺 一個面不夠寫 要把它打開四摺 才可以所有銜頭都可以來裂出來 這就是世界 我們很體重這些投銜 但問題就是 這樣的生命 這樣的價值觀 我們是否要把它帶進教會裡 如果是的話 我們跟世界的分別在哪裡 投銜是在世界裡被人看的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是神的家 你想想 頭銜對家裡有什麼意思呢? 難道有些東西要教導你的兒子 先把頭銜光光 兒子,看到嗎? 十八個銜頭在這裡 所以你要聽我說 你兒子看到你十八個銜頭 他會怎麼說 沒有了 沒有下一個字 就是這樣 沒有意思的 這個是家 但是教會裡 就把這些世俗的觀念等等 帶進來 所以瓦角 就要修正這些想法 這些是世界的 這些是屬於戰鬥的私慾 這些私慾帶來的 只會混亂 這些私慾帶來的 只會把這個家拆毀 所以我們不要 他說你們貪戀 當然 為什麼會有這些私慾 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貪戀 貪戀 什麼叫貪戀呢? 貪戀的意思就是想得著一些 本來不應該是你所擁有 這就叫貪戀 對嗎? 如果你有能力可以得著的 那你就不用貪戀 貪戀的意思就是你永遠都不會滿足 所以貪戀的意思就是 你很想要一些 你得不到的東西 但這些得不到的東西 因為很多時候已經出了你的範圍 根本就不屬於你的 對嗎? 這就是聖經所說的貪戀 但是貪戀的問題是什麼呢? 貪戀的問題就是 其實已經乾犯了十戒 不可貪戀別人的房屋、田塵、祭儀子女 這就是貪戀的問題 神讓我們每一個人量了一個的戒線 有些東西是我們的就是我們的 但是我們去貪戀的東西 神沒有糧給我們 那根本就不屬於我們的東西 這就叫貪戀 所以這些貪戀帶來爭戰、鬥牛 大家勾心鬥角 因為我想要的東西 我鬥低你,我便會有的東西 所以這就是 他們之所以會鬥牛、會爭戰 就是因為他們想得著一些 他們本來不應該屬於他們 所以他們說 你貪戀還是得不著 貪戀 起初這只是在心裡 這叫貪戀 然後因為得不到 你們就殺害、窒盜 又鬥牛、又爭戰 也事不能得 裡面的慾望去到一個地步化為行為 在行為上什麼手段都出盡 其實都是得不到的 為什麼會這樣? 他們說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 你們得不著這些東西 是因為你們沒有用正確的渠道 其實這個不求所指的就是正確的渠道 我們有時候很容易 就是我們想要一些東西 但是我們沒有用正確的渠道 什麼是正確的渠道? 這裡他說的是因為你們不求 當然這個不求所指的是向哪個求? 向神求 我們得不到是因為我們沒有向神求 不過當然 這裡也有一個吊詭的地方 我們先看看下一句 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求 這兩句話一定要一起看 我們得不著是因為我們沒有去求 我們連求了之後都得不著是因為我們不求求 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把這兩句放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我們想得到的東西 但是我們沒有用正確的方法去得到 這個正確的方法 第一,就是你要向神求 第二,就是你要決定 這個你要先搞清楚 你所求的東西是不是網球 什麼網球? 不是打那些網球 我知道我下面一定有人會想到 打網球的網球 不是 因為我們有一句笑話 上帝最不喜歡的運動是什麼呢? 網球 當然這個是開玩笑 回來 這兩句說話加起來是什麼呢? 我們沒有用一個正當的手段 首先我們分開來說 這些人很想得著這些東西 但是雅各自出他們無求 好了,我們要問的就是 為什麼他們會無求呢? 人很有趣 其實我們人生走到這個位置 我們已經成長了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但是我心裡有沒有數 其實是有的 是嗎? 你有沒有發現 有時候你的朋友來找你聊天 就說 跟你分享一下 給我一些意見 我應該怎麼做 你到… 你到… 你講到口水乾也好 其實他心裡早就已經有個決定 想做些什麼 他找你聊天 只不過是希望你認同他的想法 他就做得很安樂 但你講話跟他相反的時候 你要咬正他 其實是很難的 人是很固執的 然後究竟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其實我們心裡有數 為什麼我們會想要一些東西 但我們沒有去求呢? 其實心裡已經暗暗的聲音 當然這也是聖靈的聲音 其實你心裡也知道了 這件事不是很適合上帝心水 所以你就不去求 你也會覺得 神不一定要給 那為什麼神不一定要給呢? 你心裡其實已經有這個判斷了 我很明白這個 心裡的這種想法 因為我以前在世界追逐明理的時候 也是這樣的 你做一些事情 你說我那時候會不會祈禱呢? 我百分之二百告訴你 很少啦 自己也知道自己身有事 你明白嗎? 大學讀到最後那一年的時候 在一個全加拿大四省聯合的東令會裡 第一個衝出台前的就是我 就是說要回應神 一生服侍他 一畢業就去全時間服侍神 這是我跟神的納治一面淚水 感動得不得了衝出去 衝出去之後 不夠兩句回來香港 就開始找工作 然後就走世界的路 越穩越多 這些東西早就已經拋到九燒雲外 到了我生日遇到困難的時候 你說我心裡知道嗎? 其實我心裡也知道我的對手是上帝 神要把世界的門關掉 迫我去 也不是迫的 幫助我 回去當初同神的納治 那我甘不甘心 不甘心 不甘心 不甘心就跟上帝咬手瓜 咬手瓜 所以用盡方法 希望重建我的生意 各方面 跟上帝不停咬手瓜 在這個時候 如果你問我 當年 你為何不祈禱 祈禱求神幫助你 你心裡就知道 我也知道 現在就是神把我逼得走投無路 那我去求什麼 我怎樣求呢 你知道你做的事情 不適合神的心水 但你又要硬頸 那你就不求 所以他說你得不著 是因為你沒有求 其實沒有求的原因 你明知道走的一條錯路 那你哪有好意思向神求 所以你就不求 當然你就得不著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人生就是搞錯對手 我們經常以為我們的對手是這個 其實全部都不是 我們的對手是神 除非神不愛你 如果神愛你 祂一定會修剪你 就像你肉身的父母一樣 除非祂不愛你 祂愛你的話 祂一定要教導你 一定要修正你 但誰喜歡修正的 被修正的時候 一定是辛苦的 通常我們被修正的事情 都是我們肉體上很想的 對不對 我師母經常修正 另外就是不要吃這麼多薯片 喉嚨痛 對吧 那我們就說 氣不怕 以讀功讀 這些就是我們的私慾 這次喉嚨痛很乖 沒有吃 這就是我們的狀況 所以我們不去求 其實是因為我們心裡都知道 這件事不合神的心意 我們在職場裡經常都會這樣 對吧 有很多地方都是 我們都知道 踏著灰色的地帶 或者我們在做一些東西 其實是不合真理 不合神的標準 但我們就會跟自己說 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怎麼辦 就是沒辦法選擇 所以你在灰色的地帶當中 你都不太意思去求神 這是一個 但有時候都硬著頭皮去求 所以就是下一句 就是你求也得不著 是因為你網求 這個網求的意思就是 我們所求的東西 已經偏離了神的心意 就好像 如果我真的叫師母 師母 吃薯片給我 但這件事 對現在的狀況來說 根本是不適合的 不適宜的 我都去求 這個就叫網求 所以求也得不著 有時候就算是好事 也是一樣的 我們經常都說 好事發生在正確的時間 就是祝福 但好事發生在不正確的時間 也未必是好事 所以我們要看的是一個很闊的層面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仇敵是很精靜的 即是很狡猾 所以它是蛇的種類 狡猾是甚麼呢 就是會把少許的東西扭曲一點 我們不要小看仇敵 如果那件事是 是非黑白很清晰的話 我們很容易分辨 對吧 我們不想當 仇敵要陷害你的時候 他會怎樣 你有沒有見過人做一個陷阱 就是很清楚明白的 一看到就是陷阱 然後洞牌寫著陷阱 兩個字 期望你下跌下去 在世上有沒有這樣的陷阱 沒有的 甚麼叫陷阱 陷阱就是 它遮遮掩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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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看到上去 沒有東西 正常和條路一樣 你一踩進去 這個才叫陷阱 魔鬼是要佈置嵌領的人 目的是要讓人在內 全球 persön而瀑領 無法自拔 所以這些陷阱 一定是看起來幺的 為什麼 如果魔鬼佈置嵌領 就像剛才所說的 還凍著牌子寫著陷阱 傻子也不會走過去 這個陷阱有甚麼意思呢? 他不會做這種事情 所以一定是似是而非 這些似是而非 其實就是把神的心意扭曲 又或者是讓我們看不清楚 我們就跌下去 這些就是我們的私慾 所以當然 為何神會覺得那些事情是妄求不給我們呢? 因為多數這些所求的東西 都是將我們的人生 將我們的時間浪費在現落當中 這就叫淫亂 這個淫亂的意思就是… 這個淫亂的意思是甚麼呢? 如果我問你甚麼是淫亂呢? 淫亂就是一個… 不是在關係中 或者是破壞正當關係的東西 你想想是不是這樣 婚愛情就叫淫亂 為甚麼婚愛情叫淫亂呢? 因為正確的關係就是你和太太 現在離開了 所以這就是淫亂 就是出了鬼 離開了他本應有的範圍 所以如果我們蒙神的救恩 我們得救了 我們走在一起 其實我們應該是建造神的家 彼此相愛、彼此幫助、彼此聖結 一起走天國的道路 我們是一個同路人的身份 這就是正常的關係 但你走著走著 你偏離了這個群體 本來這個群體是一直走向神的 但你走出來走向世界 這就叫淫亂 是嗎? 因為我們蒙恩、我們得救 我們與神之間 就有一個比盟約更大的盟約 比婚姻更加忠誠的 與神之間的關係 但是你走著走著變心 得救的時候 然後說,耶穌,你真的很愛我 我決定一生跟隨你 我當年也是這樣 所以蠟字就要做傳道人 但是這個蠟字 這段時間還沒結束 那段時間還沒結束 不是,世界很可愛 原來賺錢可以這樣 這就是淫亂 所以 浪費在現落當中 這些就是被稱為淫亂的人 當然,他後面解釋得更加清楚 他說,其實就是與世俗為有 但是我們要明白 原來與世俗為有 就是與神為敵 為什麼呢? 因為世俗和神 兩個是相反對立面 對不對? 我們小學的時候 幼稚園的朋友圈經常都是這樣 如果你跟誰在那裡玩 就沒有跟我玩 是不是? 然後你不發覺 我們小學家的時候 就很喜歡說絕交這兩個字 動作又絕交 然後跟這個絕交 然後跟那個絕交 整一整一整一時 其實到第二天都忘記了 究竟自己跟誰絕交 是不是? 昨天說絕交 今天又玩過 當然小朋友就是這樣 但是問題就是 那個真理就是 西俗和神是完全對立的 如果你選擇世俗的話 其實就是與神為敵 沒有辦法 因為是一個相反的路 是不是? 等於很簡單 出門口轉左 出門口轉右 你有沒有覺得出門口轉左 但是轉右 我自己說也覺得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例子 什麼邏輯 沒有這樣的事情 哪有得同時轉左 兼轉右 你不可以轉左 不可以轉右 不能轉左 當中帶著轉右 你明白嗎?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我們與世俗為友的話 其實就是與神為敵 凡是要與世俗為友的 其實就是與神為敵 所以他說 你們想想想 經上所說的是圖然嗎? 神所賜給我們在我們裡面的靈 是戀愛以至於嫉妒嗎? 意思是 什麼叫戀愛以至於嫉妒呢? 其實英文的翻譯就會比較清晰 他說 The spirit drows in us yons jealousy 然後有一個問號 就是難道 難道 聖靈在我們裡面 是很渴望 疾度的嗎? 就是說 你究竟有沒有偏差 你究竟有沒有偏離 問一下在你心裡的聖靈 你就知道了 你心裡的聖靈 你心裡的聲音 其實是會告訴你 這件事妥妥還是不妥 你心裡的聖靈 所以當你疾度的時候 你問一下你心裡的聖靈 是不是這樣的呢? 因為聖經應許我們 當我們信主之後 神就將保衛絲拆給我們 聖靈就內住在我們裡面 我們心裡的聲音 其實是會告訴我們 不過 通常我們選擇什麼呢? 就是當我們很想要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會消滅聖靈的聲音 是不是? 當聖靈的聲音告訴我們 不要太懶惰了 讀書吧 明天考試吧 小時候我們會怎樣呢? 就關掉這把聲音 是不是? 讓它不要 那我們長大了 是不是? 我們在這些行業裡 有些潛規則 有些灰色地帶 我們做的 都會有一個聲音 會不會不是很好 聖靈很溫柔的 它不會強迫你 會不會不是很好 好像不太好 良心有些雜備 我們會認識了它 這就是雅各書裡所說的情況 神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在我們裡面 難道祂會嫉妒嗎? 難道祂會嫉妒嗎? 難道祂會嫉妒你 不把好的東西給你嗎? 如果那件事真的好 真的屬於神 你心裡 難道聖靈會嫉妒嗎? 難道祂會嫉妒嗎? 不會的 祂一定是幫助你的 如果在你裡面的聖靈 都不幫助你的話 你就要問問 我所走的這條路 是否有問題 如果有一天你走到 頭頭碰著一刻 你也要問問自己 為何會這麼黑仔 為何我做的所有事情 都不相信你 不相信你的原因在哪裡 不外乎兩種 一種就是受敵的難阻 如果我們知道 這是受敵的難阻 你會不會不求 你一定會祈禱 開行復計祈禱 搖動神的手 你會理直氣壯 你心裡很有信心去祷告 但另一種就是 頭頭碰著一刻的時候 你也知道 因為我在做的事情 不適合神的心意 在這個時候 就會落在這個光景 我們不去求 求得不著 因為是妄求 所以其實心裡 神將一把尺放在我們裡面 我們裡面有聖靈 其實你也不用問別人 你問一下心中的聖靈 你就知道你所走的路 對與不對 是嗎 當然了 聖靈對我們說話的方式有很多 除了在內心的說話之外 還有聖經 還有身邊的人給我們提醒 如果你的配偶 不斷地提醒你同一件事 你也要問一下自己 是否有問題 對嗎 譬如 如果要譬如很多 配偶會提醒我們是甚麼 早點睡吧 有沒有 就是這些 如果他每晚都提醒你早點睡 那就代表甚麼 一定是夜睡 是吧 但通常我們會怎樣說 不是很晚而已 行了 有分數 其實這個就是 我們的硬頸 但是神不是這樣的 聖靈在我們裡面 其實是我們的幫助 我們要知道 聖靈給我們的提醒 身邊的人給我們的提醒 其實是恩典 聖經是甚麼呢 神阻擋驕傲的人 賜恩比謙卑的人 所以我們要明白 我們經常要記住這句說話 當別人給我們提議 我們拒絕拒絕的時候 只是證明一件事 就是我們驕傲 我們為甚麼不能夠接受 別人的提點呢 驕傲 別人提醒我們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不接受這些提點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可以做得好 你夜睡就搞不定 我夜睡就搞得好 甚麼叫夜睡 我明早起到身就行了 這些是不是很熟悉的對白 那這個不是驕傲 是甚麼呢 你覺得你搞得好 你覺得你有能力 你覺得你的人生在控制 但問題是提醒你的人 包括聖靈 其實他們看到的是甚麼呢 朋友 你的人生已經正在失控當中 要不然需要提醒你的人 但你不聽 所以其實今天我們都要去反省 要問一下在我們生命的裏面 究竟我們是一個驕傲的人 還是一個謙卑的人 原來取決於我們能不能夠 聽別人給我們的建議 再差一點是甚麼呢 別人給我們的建議 不只是不聽 不聽可能只是 嗯 嗯 哦 那就大過去了 或者沉默 那就過去了 再差一點是甚麼呢 一旦有人提醒你的時候 發火 是吧 發脾氣 為甚麼要發脾氣 用大聲用怒氣 把別人給你的提醒 壓過去 滅他的聲音 收聲 不要再發聲了 其實這些反應就是顯示出 我們裡面的驕傲 我們看不見 原來這些提醒其實是恩典 有一天 當提醒你的聲音 不再提醒你的時候 未必是好事 神是這樣的 我們做的東西 因為不合乎神的心意 神提一次 提兩次 提三次 不斷地提 其實就是不斷的詩恩 不斷的給恩典 提到有一天 不再提的時候 你小心 你真的要小心 因為 即是說 神已經任憑你 當你不斷地提醒一個人 提醒一個人 提醒一個人的時候 其實你很想幫他 很想改變他 很想他修正 但如果去到一個地步 你不再提的時候 其實代表什麼呢 代表你已經放棄了這個人 是不是 提醒他的人 可能心裡就覺得 沒得救了 任由他 就變成了周星馳的一句 他要死不讓他死 你提不到他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就是這個人的心裡的驕傲 拒絕 當我們無限地拒絕的時候 其實到最後 受害的是我們 所以雅各在這裡說 他說 你們要信服神 信服神是什麼 昨天那章就說到 要有智慧裡面的溫柔 其實這就是信服的意思 就是你要對神溫柔 你要信服神 神提醒你的你馬上聽 信住神的心意 跟著神的道路走 但是信服神的另外一個圖畫是什麼 就是抵擋魔鬼 原來信服除了是溫柔之外 也有他強硬的一面 這個強硬的 就是我們對神就是溫柔信服 但是我們對著魔鬼 對著世界 就要強硬地去抵擋 這兩個圖畫 配合在一起 才是真正的溫柔 但是神應許我們是什麼呢 就是當我們這樣去抵擋魔鬼的時候 魔鬼就要離開你的逃跑 所以我們只要對世界強硬 世界就沒有我們辦法 我們對魔鬼的立場去抵擋牠的時候 牠就要離開了 牠是沒有辦法勝過我們 因為我們有神的幫助 邪不能聖靜 所以這就是我們一定要親近神 神就親近我們 接著他說 有罪的人要結證你們的手 心懷意義的人要清潔你們的心 就是我們手裡面所行的 我們心裡面所想的 不可以心懷意義 我們不能夠有捉住神 又想捉住世界 我們想跟世界唯有 但是我們又想與神同行 是不可能的 因為兩個人在走相反的路 所以我們要抵擋魔鬼的時候 我們就不能心懷意義 我們… 這兩件事不可以並存 我們又想蒙福 但是我們又去犯罪 這樣是不可以的 是吧 我們想神祝福我們的工作 但是我們要走灰色地帶的話 這件事你等到永恆裡面 你也不會等到上帝的祝福 就算你在世上短暫成功也好 但是到審判的日子裡面 你也沒有辦法面對神 我讓你在世上風光一百二十年好不好 這一百二十年你成為世界首富好不好 但是當天地要過去的時候 在白色大寶座面前接受審判的時候 你是不是真的能過得到呢 這就是那個問題 所以他說 你們要仇苦要悲哀 要酷入將喜笑變作 悲哀歡樂變作仇悶 沒有要在主的面前自卑 主就必叫你們升高 即是我們要在神的面前撕裂心腸 要真實地去面對自己 不要在神的面前 嬉皮笑臉的裝作 什麼都沒事 什麼都不在乎 神看的是我們的內心 其實在神的面前嬉皮笑臉 在神的面前告訴神 我可以的 我很好 這些是不自慰的 反而反過來 我們真實地面對自己 將自己的生命闖開在神面前 告訴神 我真的不行了 原來我真的是一個罪人 我還有這些軟弱 然後在神的面前 撕裂心腸地去認罪悔改 這樣神反而將我們升為高 你在神面前認聰 你在公司裡面有些人都是這樣的 很喜歡認聰的 特別喜歡在老闆面前認聰 特別喜歡在上司面前認聰 但是我又告訴你 如果你在公司裡面 你曾經做過一個小小的主管的時候 其實你看得很清楚 誰是認聰的 誰是真的有本事的 但那些認聰的人 你心裡會怎樣 你心裡可能會在認聰的時候 你會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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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不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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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看著他就 你也不會看得起他 是吧 你一眼就看穿這些小把氣 那你說 人的智慧也一樣 何況你走到神面前 應力來做甚麼呢 你不如來到神的面前 謙卑自己 真真實實地去面對神 這個反而會讓你的生命可以高升 人是怎樣的 我們越知錯 我們就越進步 因為我們全部都是在錯誤當中學習 今天為什麼你會做這件事 錯過嘛 知道其他方法不合適 只有這就是合適的 那麼你錯得多 你就修正得多 修正得多 你就越厲害 全部都是這樣的 如果不是 怎麼會是失敗乃是成功之母 所以這也是謙卑和驕傲的分別 我們很快看第二段 弟兄們你們不可彼此批評 人若批評弟兄論斷弟兄 就是批評律法論斷律法 你若論斷律法 就不是遵循律法 乃是判斷人的 設立律法和判斷人的 只有一位 就是哪能救人也能滅人的 你是誰 竟敢論斷別人呢 你們有句話 今天明天要往某城裡去 再撈裏住一年糟賣得來 其實明天如何 你們還不知道 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 你們原來是一片魂霧 出現少時就不見了 你們只當說 主若願意 我們就可以活著 也可以做這事做那事 現今你們 竟以凡這樣誇口的都是惡的 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 這就是他的罪了 其實第二段 是再深化前面第一段 接著他講到 所以你們不要有偶鬥 你們不要有這些邪情私慾 你們要謙卑 所以你們要知道 弟兄們不可以彼此批評 人如果批評弟兄 論斷弟兄 就是批評律法 論斷律法 你若論斷律法 就不是遵行律法的 而是判斷人的 意思就是不要去論斷別人 中文用論斷 論斷這個字 英文就是judge judge這個字 其實跟審判是同一個字 就是說我們不要審判別人 別人做得對做錯 不輪到我們去論斷 如果一個家裡 我們很喜歡批評論斷 就是我又判斷這個 又判斷那個 我又審判這個 審判那個 每個人都是法官的話 這個法庭就亂得不得了 究竟這個人有罪還是無罪 法官A說有罪 法官B說沒有罪 法官C又有另一套說詞 這個世界就亂了 其實只有一個人可以審判 就是那個設立律法的人 就是那個可以救人 但是也可以撕人的那個 我們沒有這個權柄 所以在神的家裡 我們不要站在法官的位置 不要判斷誰對誰錯 兄弟姊妹之間都是一樣 其實就是一個兄弟姊妹而已 如果你跟你哥哥吵架 跟你妹妹吵架 最好的方法是甚麼 誰決定你們誰對誰錯 找爸爸 找媽媽 是不是 好了 教會裡也是一樣 我們在判斷誰對誰錯的時候 判斷你做甚麼 有神的 你回去找神就可以了 由神來決定誰對誰錯 但通常如果兩兄弟姊妹吵吵吵吵吵吵吵 到不得了去找爸爸媽媽的時候 得出來的結果是甚麼 第一句 爸爸媽媽出的一定是 收聲 是不是 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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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到最後 爸爸媽媽其實也說過那句 不要再吵了 是不是 你是哥哥,要養下妹妹 你是妹妹,要尊重哥哥 其實那件事需要處理嗎? 十居其九都不需要 都是大家的態度問題 一個接納,一個包容,完成 重新和好,又懶頭想,再玩過 家庭就是這樣,神的家也是一樣 所以不要在神的家中 爭取誰對誰錯 從來都不是這樣的問題 如果我們爭取誰對誰錯 其實我們是當上帝無盜 上帝是活著的 我們的神是活著的 誰是誰非,是他來定 誰對誰錯,是他來定 不是我們 我們不需要,亦不應該彼此之間來講 這就是論斷的問題 所以雅各甚至很強烈地問 他是誰,竟敢論斷別人 你真的可以肯定你的判斷是對的嗎? 我們人都是這種感覺的動物 有時候適合與錯,我們是憑感覺 但感覺未必是事實 感覺就是感覺 當然沒有對錯,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感覺 但問題就是感覺未必是事實 很簡單 今天是熱還是冷 我穿長袖,我覺得冷 Geno穿短袖,他覺得熱 誰對誰錯 所以就是這樣 我們不要去論斷 因為其實我們要知道,我們人是有限的 所以他才會說,你們有句話 我要去哪裡做些甚麼,要做買賣,得利 其實命一如何,你都不會知道 我們只可以說,主日如果你願意的話 按照你的旨意去行 我就可以活著,我就可以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無論做些甚麼,我們無論說些甚麼 首先要問問神 我們要將主權交給神 沒有一樣東西是我們自己可以控制的 明天將要如何,沒有人知道 你的生命,你究竟可以活到甚麼時候 誰知道 你以為你今天安舒的日子可以過到永遠嗎? 一個SARS可以突然之間出現 一個COVID可以突然之間出現 我們想養爛,我們以為我們可以控制的一切 可以突然之間失控,對吧? 人生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看清楚,神是神 祂是一切的源頭 我們不要自己起來,為自己爭亂,論些甚麼 如果不是,帶來的只會是家裡的紛爭鬥偶 這些紛爭鬥偶,如果出到外面,由別人來判斷 那就更加沒有顏面去見神 這個就是我們要明白的 所以雅各就在這裡提醒 我們要知道,神是真的 我們要信服神,神是活著的 求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都能夠這樣來認識神 這樣來跟隨神 讓我們一起建造神的家 而不是拆毀神的家 如果我們在神的家裡有冤屈,有委屈的話 有神 尋找神,不是尋找人 也不是自己去升西列傑,去呼喊,去伸張 不需要的 因為我們天上有一個慈愛的爸爸 阿明 阿明 主要我們要跟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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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我們要跟隨你,直到天下去 主要我們要歌唱給你 我們願意放棄我們的驕傲 放棄我們的志意 你跟隨你,來吧 不緊急跟你走 以你是,玩玩之玩 玩出之處 要你跟著我,我害怕什麼 以你一戰身是我 但是去我,這星星的路 我永不回頭 祝你跟我,祝你跟我走 萬普天下走 天涯海照,緊緊抓住我 祝我跟你走 往普天下走 往普天下走 幸運有故,緊緊跟你走 以你是,以你是,往往之往 玩出之處 有你跟著我,我害怕什麼 以你一一,以你一戰身是我 大聲之往 大聲之往 這星星的路 我永不回頭 我永不回頭 以你是,以你是,往往之往 玩出之處 有你跟著我,我害怕什麼 以你一戰身是我 大聲之往 大聲之往 這星星的路 我永不回頭 這星星 這星星的路 我永不回頭 這星星 這星星的路 我永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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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你的仿路 求你能幫助我 可以有一個清潔的心 可以有一個謙卑的心 來跟著你 寶 intended 主 我願望能夠緊緊地緊貼你 我願望能夠跟隨你的步伐 走到天內開過 我的心靜靜跟隨你 我的夢更深愛你 因你一切愛我 主 這個是我們的通告 跟隨你的走步 我恕你對我呼召 每一天帶領我 更多情境裡 我願這一生 更想你 就與我同行 哦 主 贏到我生命 賜給我 甜美的臉 能呵護你心意 一生跟隨你 希望我們要一生的跟隨你 這次給我 真假的心 靜靜跟隨你 我歌不跟隨你 跟隨你 地球步 我祝你对我呼叫 每一天对你 更多亲近你 我愿 这一生 更少你 就与我同行 主 引导我生命 赐给我 甜美的礼 能呵护你心意 一生跟随你 我愿 和你心意 也想跟随你 主啊 这是我们每一个的徒告 每一个的选择 还有我们在你的里面 我们今天要来跟你说 我们愿意 一生跟随你 好好的兄弟兄姐妹 当我们走在神的路里面的时候 我们确实有很多很多的隐忧 世界有很多的世俗 来把我们拉扯 但是今天雅各 透过 透过雅各书 四章提醒 宗教会 也包括提醒 今天的我们 我们信主 但是究竟我们的生命 更生有多少呢 会不会调转 好像牧师今天所分享的 我们反而把很多 世俗的价值 带入了在 我们的生命当中 带入了在神的家里面 可否我们一项一项的 来检视我们自己 好像经文所说的 我们会不会 将世俗 那份的价值观 我们有增径 质道 贪恋 甚至 我们好言乐 淫乱 这些林林种种 这些都是世界的价值观 好吗 我们就在今天的早上 我们来安静在神的里面 我们可以安静坐在 自己的位置上面 或者线上的弟兄姊妹 你们都找一个 安静的位置 来到去思想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终于我们信主 但我们是否同样 很容易跌入 贪恋的罪的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 对很多东西都不满足 我们不停地要追求 世界的名 世界的利 又或者 可能要追求一些我们物质上面的享受 当每一个电话出来的时候 都有一份贪恋 我要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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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或者 甚至再尊心 当这份的满足 当这份欲望 不被满足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 我们会开始用不同的手段 不同的方法 来到去得到 或者我们会不会同样 有一份贼道 梦在我们的里面 可能是在职场的里面 当我们见到 身边的同事 为什么总是比我休闲 望的 望的只是自己 我们就心怀疾导 甚至 看到其他的同事 升职了 加薪了 我们里面 都有一份的 真净疾导 翻腾 甚至 我们就开始批评论 当我们更深的思想的时候 可不可以我们就胃着 我们开口同性 为了我们 要远离 这些的世俗 世界的价值观 来为自己讨过 我们开口同性 为了我们有一份的力量 来到去远离 这些的罪 来到去开口讨过 我们开口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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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明我们赞口同性 我们赞口同性 我们赞口同性 让我们去看见 是我们确实真是 荣养这些私欲 来放大 体贴我们的肉体 终于我们真是信主 我们每一天 都听到不同的教导 听到神力的话语 但是主 我们却给这些欲望 来去盖过 圣灵提醒的声音 主要求你来去更多的 帮助我们每一个 当这些声音 这些帮助我临到的时候 让我们有力 来去作出选择 让我们在灵里面 体见 是知道这些 其实都不是神的心意 圣灵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 走在 你的心意当中 让我们的灵里面 更加来看见 这些私欲 只会让我们陷入 魔鬼的网络 这些一切一切都是 让我们去跌入 这些网络的陷阱 主要你让我们去看见 走在神力的道里面 是不艰难的 当我们真的觉得 软弱无力的时候 主要你来到 去帮助我们 每一个 主要你让我们知道 看见 与世俗为有 就是与神为敌 主要你让我们 有一份的力量 在你的里面 我们可以 谦卑下来 可以更多的来到 去接受 身边的人提醒 特别是我们的 小组长 或者我们的配偶 一份的提醒 临到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游远下来 我们接受 这一份的提醒 甚至接受 这些目者而来的教导 修正我们自己 让我们可以 不单止是听你的话语 我们更加可以走出来 主要你让我们 有这一份的心 愿意去听别人 教导的心 主要你帮助我们 用我们去逃离 这些的私欲 更多活出神力的样式 主要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听我们每一个的祈祷 奉主明求 Amen 雅各书四章六节 但他持更多的恩怜 所以经常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持恩及倩卑的人 神阻挡骄傲的人 持恩及倩卑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离开骄傲 进入倩卑的里面 因为神阻挡骄傲是自己坐在审判的位置 定谁对谁错 倩卑就是自己站在一个被审判的位置 认识自己的错 认识自己的不足 将主权交给神 求神帮助我们 离开我们的骄傲 进入我们的倩卑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持恩被倩卑的人 圣灵求你帮助我们 将我们里面的血气 将我们里面的骄傲 统统的刀除去 主要让我们重新提醒自己 我们的主是活着 我们的主是复活的神 祂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祂是活着 有眼能够体见 有嘴巴能够说话 有能力可以行动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审判任何的人 因为审判的是主 神的家要的是和睦 是相爱 是彼此的遥处 彼此的包容 彼此的信服 彼此的成全 我们不要将世界的争斗 将世界的战争 带到教会当中 更不要将教会里面的纷争 带到世界之外 因为这里有天父 一切都可以带到天父的面前 主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受屈的特案为 不需要自己去伸张 主啊 让我们在祢的家里 祢带卑自己 圣传祢的心意 主我们多谢祢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